再來看到的是 台灣的高鐵 聽說現在要跟 日本的新幹線買車廂 把日本的新幹線車廂拿進來 買進來之後 聽說我們的高鐵會更輕 更安全 那不錯啊 提高高鐵的服務 是我們台灣國人的福利不是嗎 事實上台灣高鐵 要再買車廂的這件事情 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 已經被傳言過一次了 不過那時候高鐵公司的講法 是講說我們要經過董事會 大家在開會同意 到下半年的時候再來做決定 不過在最近日本的媒體 它現在又報導了 講說日本的JR東海高鐵公司 已經接到了台灣 一筆1000億日圓的訂單 這個1000億日圓換送過來 也沒有多少 303億的台幣這樣子 他說準備要買14組新的 所謂的N700i這樣的一個車子 而且總共要買168節的車廂 預計在2020年的時候就要運行了 你知道這個消息講得非常的 感覺到連時間點都有了 金額 時間點 然後包含這個所謂的列車的主數 還有連168節的車廂都覺得 很明確 聽起來很明確對不對 那就引起很多人的討論 我們先講一下 就是說事實上我們高鐵 在2007年的時候 正式運行的時候 確實當時是買了所謂的700T型的 這樣的一個列車 這個當時買了34組 700T基本上是他們所謂的700系列的 這一款 之所以成為T的原因是因為它為了台灣 這個高鐵的系統有量身給打抓 結果你知道當時如果以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對高鐵 沒有抱很大的信心 因為台灣那時候也有航空業 也很多人習慣搭火車或什麼的 可是一直到去年為止 你知道我們高鐵的運量 事實上已經跟一開始初期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達到一年的 這個載運量的人數有超過5000萬人 根據如果統計的話 大概是5056萬左右 高鐵的聲音越來越好 對 這個跟你剛開始運行的時候的 初期的時候已經差了3.2倍左右 所以大家一直在檢討 尤其高鐵其實一開始從台北到高雄 中間因為很多人的考量 還有很多的因素 我們的戰術越來越增加 你有講變慢鐵嗎 也沒有到這樣 好像比慢鐵稍微快一點 所以你有時候買高鐵的班次 還要看一下 要挑一下 對 你要買直達車快一點 因為直達跟這個慢 差很多 還滿差滿多 有時候差到將近 將近有快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左右 結果那個時候大家在討論說 要買幾組的時候 現在這個媒體一爆出來的時候 講說我們的東海 JR東海的N700i Blue Latte 這樣的一個車子是被向中了 而且講說這個比我們之前 賣給台灣的所謂的700T型 更輕 更好 更省電 反正就是好棒棒就對了 結果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台灣高鐵這邊 大家就會問說 你不是說要再討論 怎麼現在人家 把這些東西就爆得很清楚 然後台灣高鐵就講說 沒有… 我們絕對沒有像日本媒體 所報導的那個樣子 我們很多東西都還在討論當中 所以他也否認這件事 我們不知道日本媒體 是從哪兒超出來 大概是從這個 所謂的JR東海公司裡面 他們就有傳出來 很距離這個說法 或許是這樣 賺點錢 是… 但是因為事實上高鐵這個生意 很多人在搶你知道嗎 尤其像 譬如說像現在東南亞 很多地方這個國家 因為基於環保 基於很多很多的理由 大家都在爭取講說我們要新建高鐵 所以你看包含像日本的公司 歐洲的公司 甚至連大陸 他們只要有能力做這個 所謂高速鐵路 或快速鐵路的列車的人 他們都很激起來 爭取這些訂單 所以這個JR公司 他們是不是藉由這樣的一個 放出一個消息的方式 鞏固說他在市場說 覺得說你看人家也都要來賺買 當然我們可能 這個要等到正式的答案 確定才知道 可是如果以新幹線來講 事實上台灣在看高鐵的狀況 日本新幹線其實也很多人做 他一天的流量將近有42萬人次 可是因為他們 因為旅客人數太多你知道 你又很難說像坐飛機一樣 進行安檢 所以事實上一直不斷的 有很多意外事故的發生 我想意外事故是好聽一點 常常聽的是 有人在裡面胡作非為 你根本也很難禁止你知道 像這個在上個月的時候 就曾經發生了一個 有一個男子 他甚至帶著刀子進入到車廂 這個列車長是一個 當時是一個女孩子你知道 他說他接貨到報導 那個人家通知他講說 我們車廂裡面有一個人持著雙刀 那代表什麼 他刀子是已經拿在手上了 就在那裡晃 結果他就講說 列車長很有通報 結果在列車 快要進戰的時候 但列車長會進去 就是要問一下這個男子 就是看他到底狀況怎樣 沒有想到他一接近的時候 這個男子就拿著他手上拿著刀子 去攻擊這個女性的列車長 還好是大家當時也閃得快 然後也有人制服了這個男子 所以列車長來講 事實上他只有手指頭 跟他的臉頰有稍微受到受傷 其他人沒有發生什麼太大的意外 至於說他到底為什麼行兇 他也沒有講 就只有兩個刀子在那裡晃晃晃晃 這個還算是 我們不能講說不幸中的大幸 因為事實上他拿刀子進去在裡面 以台灣來講 現在聽到在捷運 或者是在封閉的車廂拿刀子 大家都很害怕你知道 可是在日本在去年的時候 更發生一個誇張的事情 是有一個老翁 因為他已經71 2歲 叫做林奇村生 他那時候在新幹線裡面 他更誇張的是什麼 他直接帶著汽油 進入到新幹線裡面去 而且根據目擊者的講法是說 他本來在第一節的車廂 結果這一個男子 他就提著一個桶子 就往前面第一節車廂走 你知道還跟他講什麼 看到那個目擊者還跟他講 我跟你說這裡很危險 你到後面去 因為他接下來也有經驗之舉 對 結果後來目擊者講說 他一叫他到後面去 他一轉身過去的時候 看到這個林奇村生 拿著那個一個桶子 然後橘色的液體 就往自己的身上倒 然後他就自焚了 所以這個世界裡面 就造成了兩死26傷 其中26傷的裡面 傷者裡面還有三個人 在當時被燒成重傷 你知道在這個所謂燒燙傷裡面 如果被界定為重傷的話 基本上你就算救火 也會有很嚴重的一個後遺症 要不然其實救火的機率也都不高 這個時候就讓林奇很多人討論 講說你這個新幹線的 所謂的你的治安的狀況 或者包含你的安檢的部分 你是不是要變得像 中國大陸一樣 就是你要上車 我要經過很綿密的安檢 就連坐火車 坐什麼通通都要這樣做 那也引起很廣泛 可是我們就講說 因為他一年有42 一天有42萬人次的旅客 在那裡進出 他為了要節省時間 你知道日本人上電車 是很恐怖的 全部擠上去 而且他注重時間效率 所以這個部分就一直沒有被裁納 也因此讓日本的 所謂新幹線的安全 到現在為止 其實很多時候還是成為日本心中 這個很難講出來的傷痛